表达情感 和所有高三学生一样 陈宇生正在为即将来临的大学联考 做最后冲刺 只有紧握笔杆的右手 微微显露出他的不同 右手右脚都只有三根指头 让宇生比一般人辛苦 但热情的天性 却使他成为老师同学心中的小天使 小天使 为什么要叫他小天使 因为他热心住人 平常做人又很好 很喜欢帮助同学 他就很活泼很外向 然后就完全看不出来 以前有什么更加不一样的地方 从来不让自己拥有特权 宇生和同学一起跑步一起打球 厉害的程度连校长都忍不住下场挑战 他在顿后面表现非常好 甚至超为一般的同学 这样人家能你也可以能 为什么 你为什么你可以做到 然后你要跟人家不一样 就是说尽自己所能吧 下课后回去的佛堂是生长了18年的家 因为宇生一出世 就被亲生父母抛弃在佛堂门口 这边剪了 那个纸箱 还有红包 也有牛奶 红布包起来 其他都还没有断 还没 不会说愿吧 因为我得到我没有跟人家不一样 就一样有人疼 只是他跟你没有血清关系 然后可能你不能叫他爸爸 或不能叫他妈妈吧 宇生坚强的程度有超越年龄的成熟 即使受到挫折也不容许自己退缩 难过都是那种一时的吧 就是不可能 就是一件事情要难过很久吧 可能过一段时间忘记啊 然后又是一个新的开始 如果双手不能弹钢琴 就买一片钢琴CD来听 这是宇生的生存哲学 一步一步 18岁的陈宇生用这样的乐观心情 谱出属于自己的未来 好 都一起来 太好了 哇 这么多 对不对 因为18年都是人家来爱我 然后所以我爱自己 所以以后的 以后的日子 我要学着爱别人 然后非常爱 然后学着会客 太好了 太好了 非常谢谢 这个付出里面 觉得我们获得的 比我们所付出的还要多 我们感受到很多的爱 这种生命的丰富 真的没有付出的人 没有认真去做的人 没有办法去感受到的 现在才能做得得到我们 更新鲜蜜的 为什么